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仔 有沒有入匯豐啊? 我...沒有的 哈哈哈哈 慘了慘了 現在好像跌到只有二十九個多 是啊 三十元也不夠啊 糟了 看到連登很多人出帖 狂出帖全部都跟匯豐有關的 我入了那隻五號仔 那有些人就說 哇 那隻五仔啊? 那好像關我事那樣 那我自己其實就一手都沒有 但我有個朋友之前三十八元就入了 是啊 那現在跌了四分之一 那很多親戚朋友都有入 看到大家都很傷亡慘重 有些人就說 四十五元的時候入了應該怎麼部署 有些人就教他招貨 現在低再入一點 混淡他吧 呃... 我不知道會不會低處還沒算低呢? 因為2003年沙士的時候 我記得匯豐是剩下二十七元的 那現在都差不多了 那很多人都說糟糕了糟糕了 好害怕 那這裡其實我想說一個巴菲特的名言給大家聽 別人貪男我就忍受 別人害怕就到我貪男 喂 說真的啊 二十九元我怕什麼入啊? 怕什麼入啊? 他升三元你就升十分之一了 就是他三十元 我當他 他升到三十三元 你十萬就賺一萬 是容易很多的 你以前五十萬 升五元你才可以賺到十分之一 那其實現在就是 一個入市的好時機來的 不過看看你敢不敢 之前三十幾的時候 的確是 之前跌穿四十的時候的確是 很多人都說 我都跟我的女兒在研究 應該入回匯豐了 三十八元的時候 他沒想過會見到二的嘛 大佬 二十九元 那很多人在那時候入了 現在就摘死了 其實現在入是很好的時機來的 就算你不入也溝一溝貨 這個是正常的 那五仔那時候也試過買股票 我告訴你我是打和的 真的打和的 其實正確來說是賺少少的 但是如果算那些什麼一百毛 那些炒股 炒洞了之外 其他的股票也是賺少少的 我的經驗就是 那時候買了一隻叫比亞迪電子 那隻東西我看過業務 就說幫那些什麼手機做電子零件 我記得我十三元入 最低的時候跌到八個幾 多恐怖 我玩股票跟別人又不同 別人玩股票就說分散投資 我自己玩股票我經常想著 一隻更容易操控 然後就整副身家都丟進去 哇真是 好驚險 每天早上九點自然醒 立即看著股市有沒有異樣 看看 如果是好價貨那些 但是那些生活我告訴大家是一點都不充實的 不知做什麼 經常看著市場上下下下下 然後看那些什麼大行訊息 什麼大摩那些 通常他吹說行的那些 就跌的 他說不行的那些 就升的 真的很奇怪 其實以前以為股票是很容易玩的 那些人說 哎呀跑馬那些 好混混的 你買十元輸了就沒了十元 但是你玩股票 你買一萬 你輸了不要緊 他慢慢會升 就是這樣哄到你們下這個股海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文章 說個輕鬆一點的先 這篇是挺好笑的 之後就說一篇都挺嚴肅的 這篇叫做 匯豐三十元都記不住 我剛才下分行說話都大聲一點 那這個作者是小熊近平 他說 我一進去 就一下推開一個counter的客人 那個teller竟然叫我排隊 我說你家公司就來倒閉了 還好意思叫我排隊 你都瘋了 然後有個rm衝過來幫忙 叫我尊重自己 守下規矩 我說 你家公司最喜歡幫人洗黑錢 還叫我守規矩 你是不是快樂了 我要規矩 為什麼要用你 你信不信我估到你剩下20元 讓你沒得做了 那黑屎rm馬上哭了 雖然是生氣 但大庭廣眾搞哭一個女人 那個人都看著我 搞到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只能怪自己不爭氣 全副身家剩下40元 沒得用atm 一定要去counter才拿到錢 哈哈哈哈 這個好笑的這個笑話 他說他要counter 原來他不是什麼大客 只是他身家100元都不夠 在跪完機裡按鈕都出來 所以他要排隊拿錢 那好笑啊好笑啊好笑啊 很多巴打都給like啊 每個人都說他這樣好帥 有時候在網上說一下那些傻子 已經覺得是好帥 那我講一些真人真事給大家聽 那這件挺好笑的 那這篇文章呢 就瘋傳在Facebook的朋友圈裡面 那這個人看照片應該是做 那他這篇文章呢叫做 三年後才買樓 是2018年3月30日貼出來的 那當時匯豐是76元 我看過歷史當時匯豐是76元 這篇文章這樣寫的 他說今早收到一個短訊 有一對年輕夫婦 說我替他解決了一個難 原來他們打算 買一個2000萬的住所單位 逆合資格在銀行借錢 但是覺得樓價實在太貴了 他說2018年那時候的樓價 那也是貴的 他說前天看到我在明報的文章說 匯豐三年來可以升到150元 原來讚稿這個人是在明報寫經濟的 那他三年前2018年 就說匯豐會升到150元 那他三年前在明報的財經版 就跟人說 就說匯豐三年後會升到150元 於是就準備買樓的首期 連稅大約1200萬 全部買了匯豐 哇 混蛋了 不但昨天已經搞定 並且還跟業主續了三年租約 他說收匯豐的股息已經夠交租了 在未來三年又不用供樓 他們將會相當輕鬆 這兩夫妻昨晚睡得很甜 所以發了個Message 多謝我 那這個股曉經紀就說 其實是這兩夫妻自己會想 在三年之後 無論政府有沒有推出新樓空置稅 只要保持供應量 地產商一定會賣樓 樓價就算上升 升幅也是有限 如果樓價繼續上升 二手樓成交量就會繼續減少 物業代理見到細息不對 就會轉為暢淡樓市 其實已經開始了 有物業大代理說現在是收割期 不是播種期 也有大代理說現在賣樓的人要有準備 樓價隨時會跌一成 至於加息 三年後最少比現在多2% 這些就是業主的煩惱 不是租客的煩惱 就算匯豐股價沒有升 只要樓價沒有上升到超過一成 就已經是打成平手 因為三年的租金可以彌補樓價的升幅 寫到這裡 工人說有人送一個大果欖來 我吃完再寫 好惡舊 好惡舊這篇 他說就算匯豐不升也可以 他完全沒想過匯豐會跌 當年他們76元入了1200萬去買匯豐 我相信他們也是收了一些息 但聽說息已經拿來租樓 給了人 1200萬現在跌到29個多 我當你30元 真的跌了一倍多 1200萬剩下500萬 就虧了700萬 這個投資厲害 這傢伙這篇文章登了出來 他還說自己在明報財經版寫專欄 他可以幫人三年虧了700萬 哇 有人轉載這篇文章說 這兩夫妻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已經跳樓燒了炭 那就是 這裡先跟大家說一些 我見有些年輕人說24歲輸了13萬 又說不想讓女兒知道 又這樣又這樣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錢錢沒了可以找過 不用想到輕生的 十幾二十萬的小數目 一年兩年你們怎麼儲 怎麼節省你都節省得回來 就是這樣 但是股票錢暫時沒有了 你放在這裡 放五六年 我又不信它不升 除非匯豐跌到停牌 不會吧 不過有時候股票的事情是真的很難說的 我不是說匯豐會停牌 譬如我之前買一隻騰訊 我420元的時候 其實我之後都是420元左右 放回 但是我見它最低跌到300元 290多都好像見過 但是之前是500元 我現在沒有看 所以其實股市是很長的 真的不像以前 不過其實以前不是一樣 經常說什麼金融海嘯 其實股市真的 玩不過 我們那些散戶我們沒有消息 我們不知道那隻東西那個 未來的走勢 它小小的星星跌跌 嚇到你放都放不前 之前我的HKTV差點累了人 誰知道他很幸運 他升回的時候放最後都賺了2000 但是還是放早了 你永遠不知道高位是什麼時候 是啊 所以沒得說 我們這些散戶 沒有消息 可能之前跌了 升了一點點 你就要去放了 原來他可以升兩倍 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目標可能是20% 但是他一跌好像匯豐那樣 錢就摘死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其實現在香港經濟也是挺差的 我昨天看到一篇東西說 先達 先達一樓 一間鋪 一間鋪 百一萬 先達以前是說的 是鋪王來的 是過千萬 十年前那間鋪 是虧了九成 所以其實很多人想著 買股票收息養老 買一間鋪收租 在香港現在全部都不合 那所以就說 是不是好像有些人這樣說 正正常常打一份工又可以呢 伍仔是覺得不行的 那有些人問 伍仔你會不會入匯豐呢 很害怕的 我告訴大家 當我入匯豐我入得多少 他升多少我才放 我整副身家丟下去 我就不敢了 那我玩一點 玩幾十萬 好嗎 當是無三不成幾 就當是三十萬 三十萬 他升就由自可 好像我朋友那樣 三十八元 三十八元入跌到現在二十九個多 不就真的哭了 跌了就跌了成四分一 四三一十二了 你玩三十萬那裡沒了十幾萬 真的 就像那個哥仔所說 二十四歲沒了十幾萬 可能他真的玩了三十萬匯豐 在那些位置 唉 不要了 不要了 那個刺激 你說買十元馬仔 經歷一下那個叫一下算 唉 不敢 我們都是踏實點賺錢 吃開口飯 勤力點 拍多幾條片 說多點東西給網友聽 更好 至少是賺硬先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本身是很喜歡跑馬的 昨天是賽馬日 我是一場都沒看過 我的概念現在變成 喂 我跑馬 我以前用三天去量一場馬 但跑完出來他未必贏 可能我連十元二十元都輸了 但我其實 用些時間 拍片說話給大家聽 撿得一元只有一元 其實有時候的錢 是少 但實際 你不要以為 擺一場馬贏千多元 很過癮 四位數字 不用做了 幾千元 我當你半個月良好 其實你現在贏了 你之後會輸下去 輸錢加恩 贏錢起 你計算是或賢率 我就跟你說 讀贏了 十四隻馬跑 只有一隻會贏 你贏的機會是十四分之一 但你贏的那隻贏 可能五倍、六倍、七倍 你的賠率都輸了給直播率 輸了給或賢率 你長度一定是輸 所以我經常都說 要不你就真的對那門野很有研究 但還是那句 刀仔句大樹 最好 小島移情 多厲害都沒用 跑馬電光火石間 有時候贏是贏的 0.01秒 還有 這陣子馬會 拍照拍到 那些人 很生氣 明明看到是第三 為甚麼 第五 真可憐 那一場馬 四重彩都派不到 唉 真的 所以 自己 今年對跑馬的興趣 是少了一點的 但是你說要玩 我絕對會 但是少到移情 好像一個 運氣性質 就不會像那些人這樣說 買籃 有些人 譬如他買莫雷拉 我這場輸了 十元 我下場買二十元 然後買三十元 買到派出來為止 那都不行的 其實都不行的 如果那個騎士那一天 真的交白卷 你的心理壓力會很大很大 所以其實我是不知道那些 職業賭徒是怎樣維生的 我相信 要先控制到自己的 情緒波動 因為其實你說做這些 投資 賭錢 投注 最影響自己是心態 我自問我個人 喜歡安安落落的 所以那些東西我試過就算了 玩少少OK 如果你說好像那些人這樣 有個博彩性質 有個博彩心理 現在的股票這麼低 我做孖子怎麼炒上去 中了我就很快有 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了 但其實你去博這些的時候 你還是有機會 人生感受破產這件事 是會的 這件事就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看看你的時機 究竟是做得對還是做得錯 可能你38元入匯豐的時候 你有機會是不用輸的 你進去兩天 他浮著浮著 想到40元你不放手 你沒想過40元放 可能他的目標都是設在10% 我當你38元就是42元左右 可能是42元就算了 你就收手了 但他升到41元 然後開始跌回來了 那你仆街了 現在是29元多 這個股票往往就是這樣發生 投資股票 所以你不要只看到 高位70多 低位20多 現在進入我就發財 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做市 做市做市 跌到26元 一直在吹 嘩 比當年SARS還低 肯定有這些新聞 如果做下去的時候 那你就會 好啦 害怕 就這樣買的也會害怕 頭馬展的也會害怕 嘩 大哥成了幾倍 成了十倍 那分鐘 所以在這裡勸大家 這些股票 保博性質 逃機的東西 都是 玩一下就算了 不要把整個希望放在那裡 如果不是 可能後果真的相當嚴重 會不會 你 你 我